请翻开经本第四十四页 第三行开始 第四十四页 第三行 英文 我先念一段 弃国 君王 绝去彩色 自行六波罗咪 教人另行 无恙数捷 即供雷德 随其生处 在意属于无量宝藏 自然乏应 从这开始 我们现在就是接着上一回讲的那一段 上一回讲的是 法当彼求在过去世所修的那些 修行的那些情况 包括生业 意业 口业 种种的度化终生的那些情况 那么今天开始的呢 就是另外一段 那么这个另外一段呢 这个讲表里面讲的就是 法藏以后首修的 就是法当彼求啊 所修的以后呢 他有哪些感应 有多生多结的 所得的那些功德 包括有正报的报生的庄严 以及依报的种种的自在 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研究这一段 这一段呢 刚才念的一段呢 就是 法当彼求啊 一个是自己的修持 再呢 就是劝劝众生 一起来修持 所得的感应 法当彼求在过去世啊 多生多结的那个修持的那些情况 这刚才开始研究这一段呢 是法当彼求当生的 当生就是那一生啊 就成佛了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在过去世啊 一定是经过三大罗生期节 那么这样修持啊 才能够成就一尊佛啊 绝不是当生就能成就的了 那么在 这个 在印度 这个时候 这一生啊 好像在这个修到六年就成就了 那是在今生 在今生以前的话 那是已经修了三大罗生期节了 我们是 一般讲是 精神能够成到 那是过去 没有 没有注意到过去啊 那么 法当彼求 刚才研究这一段 也就是他 过去修持 也不知道经过多少的这个时间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它能够成就了 讲这个事情 那个 我们现在就看了 看的时候 首先要注意一下 就是呢 这一部 佛说《无量寿经》啊 是在这个 也是在早期的翻译过来的 不像后来 后来的翻译过来的经文啊 比较可怕 这个经文的结构 比较看得 容易看得出来 那么这个 早期的这一 这个这部经呢 凡的这个文字都是汉文 纯粹的汉文 汉文 各位要念过这个 念过世间的这个汉文文章 你就知道了 汉文的文章 你要找它的目录啊 很不容易找得出来啊 你要找这个 唐宋文字啊 那这个章法 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了 汉朝文字不容易的 那么这个 所以 《无量寿经》呢 是在早期的那个移过来的 移过来的这个 它这个科判 经文讲科判 经文讲科判 一般的文章也叫做章法 那么 这个就是经文的章法呢 也这里讲科判呢 科判比较难找 这个 如果找不出来的话 我们看前后的文啊 我们看前后的文啊 看起来好像是有重复的 怎么说有重复呢 比如说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 《弃国军王》 《弃国军王》 这个 这个 一段 但是呢 在这个 那么 前面也有 前面的这个 比如说看这个 在发 四十八元以前的 这个经文的十八页 这个十八页啊 从这个十七页那个最后两个字开始 他说 时有国王 文佛说法 啊 那么这个 心怀越狱 寻法无上正真道义 弃国军王 行作沙门 浩越法藏 这个文字啊 前面那个文字跟这里 相同的 相同的话 如果 没有把这个文 这个科范把他 把这个头绪 把他 清理 把他找出来的话 嗯 你看你好像这个 前面也讲过 这个 又讲过 这怎么讲法呢 就很难看得明白了 啊 除了这一句 前后还有不少 前后都是有相似的 这个句法 这个句法 为什么 这个相似的 但是不是重复的 绝不是重复的 怎么不是重复呢 前面在讲的那个 是 这个 呃 法藏 比丘啊 这个 过去式的 呃 比如说法藏比丘 经过三大欧生期节 来也 来修持了 修持后 在他称佛的那一生 那一生叫做当生 嗯 那么在当生 以前呢 就都前 过去式 刚才讲出来 也 找出来的前面 那个 都是在过去的时候 过去式 我们今天开始 研究 看这一段呢 是在他成佛 那个当生的 这个 这个时间 嗯 这样 这个 这个 科判 章法 就清楚了 从这里 我们也了解 任何一尊佛 从开始 都是从凡复 那个 那个时候开始 发心 学佛的 都要经过这么长远的时间 才能成功啊 只有 法藏比丘 发了那样的愿 他的这个愿成就了 那么 西方极乐世界啊 成就了 这个时候我们呢 啊 四方世界的众生呢 来学佛啊 这是特别 法门 学这个特别 法门 这才 谈得上 当生成就 这个 当生成就 要知道 也不是当生就 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 在这个苏卜世 世界啊 所谓当生成就 我们在这一生啊 成就 往生极乐世界 一往生极乐世界呢 我们的苏卜世界这个六道啊 六道轮回这个解决了 出了六道了 成就这个 那么到了极乐世界呢 在极乐世界也是当生成佛的 分成这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 就我们这个世界 时间来讲 当生成就啊 这个 了 六道里面的生死 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 就在极乐世界 当生成就 那个成就是成佛 嗯 嗯 那么这就是啊 嗯 那么这就是啊 法藏比旧成佛以前 没有这种特别法的 只有 法藏比旧 这个 四十八月 每一个院都能实现了 嗯 成就这个极乐世界了 我们才有这个特别法 所以我们今日之下 研究佛法 那么一般的经典 我们不能不研究 为什么呢 不研究不懂得教理 研究之后啊 再一比较 那么我们只有啊 修这个念佛法门 这才能够当生成就 不然的话 你这个修的普通法门 不论哪一种的 好啊 是好啊 都要经过三大欧生集结 才能成功的 那就看 这个呢 一共有四小端 四小端 刚才念的呢 就是第一小端 这一小端呢 就是法藏比旧啊 这一层要成功了 那么 他呢 一方面 表现出来 自己在那里修道 同时呢 也 劝化 一般众生 来行菩萨道 这叫二力啊 两者 这个 双方面这么讲 我军王啊 国 整个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 他 在过去 帝制时代 啊 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这样 他这个国家里面 所有的财产 土地 啊 一切一切都是这个 国君的啊 都是这个国王的 他连这个一切都把它 不要 弃掉了 放弃了 嗯 那么这个 王呢 这是做国家的一个国王了 王也不要 捐呢 捐也就是 把它 除掉 自己 放弃掉的意思 嗯 七国捐王这个 一句话 就是他啊 这个国王也不要了 这个不但国王不要 这个位置不做不做国王呢 他连国内这个一切的财产 一切的什么全部都不要 嗯 那么这个 为什么这么做呢 啊 他必须这么做 嗯 他这是自己 必须这么做啊 才能够把这个 啊 嗯 众生修持啊 我们知道啊 修佛 大家 一般都了解 我们成佛是靠 我们本有的佛心 佛心呢 就是真如本心 就靠这个成佛的了 这个真如本心 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每个人都有 你怎么样把这个真如本心 哎 把它彰显出来 把它开发出来呢 就是我们凡夫啊 这个 贪图外面的那些个 假东西的 啊 这个 这个外面的这一切的财宝 权力 凝愈 一切一切 这个 没有一个凡夫众生不去贪求他 这一贪求他呢 本性就迷了 怎么样也找也找不到啊 那么 要成佛呢 首先要了生死 生死都没了 那怎么能成佛啊 要了生死啊 这个 要问造成生死是什么原因 造成生死就是贪嗔痴啊 这些个被这些假东西把它障碍起来了 这个叫做烦恼障 因为我们凡夫众生贪图任何东西 在没有贪到以前呢 自己想怎么能够把它贪求到了 哎 贪求到了以后 然后又怕人家来 又怕人家来 把我们的这个又夺取去了 是这个患得患食啊 这个心里在那里作祟呀 那么在患得患食这个过程 一方面又要贪求 一方面又方法人家来清战 就会造了很多种种的罪恶的事情 佛法叫做造恶业了 这种恶业一造的话 想想看啊 这个生死 怎么了啊 在六道里面三途啊 啊 地狱出生恶鬼 那 就是出不去了 就堵落在那里面呢 那么了解这个原因 要想学佛 要聊生死 就不能够贪求 那个一切的外面那些东西 贪是一个根本 根本的烦恼 所以要去这个贪那个根本烦恼啊 法达弥丘固然在这个 过去是多生多劫 都这样的行菩萨道 自己也放弃这个贪 贪求这个这种烦恼啊 突出这个烦恼啊 在今生 成佛了 他也把这个可以表现出来 一身佛成佛的时候 就像我们 这个本 本是释迦牟尼佛 他在这一生成佛的话 也是王子啊 王子他是 合法的要继 继承王位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也是弃国 军王 这个 不要了 王太子也不要了 也放弃将来继承王位了 那么整个国家的这个国内 就是一切的一切的财产 宝物 全部不要 为什么呢 你要有 学佛成道啊 这个 这个不放弃的干干净净的 绝对不能成就的 那么他虽然在这当生 已经能够成佛了 已经成佛他要行菩萨道 他要告诉人家 告诉人家 你告诉人家 你自己坐在王位上 告诉人家 你自己不能舍弃 人家未必相信的 自己必须要表现出来 我这个有继承的 既得的这个权利 这种利益 我全部不要 这个 然后他劝化众生 这个话 那个众生才 真正是相信他的话 这不是他的话 不是假的 所以他必须要 祈国坚王 每一种佛都是如此 所以法藏彼求的话 他在这个 当生来 来成佛的话 他必须这样 在过去世也是这样 过去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 那些大菩萨 有很多大菩萨 也是生在帝王之家的 他也能够称 继承王位的 他也是 他要行菩萨道 他本身要做出来 给人家看看 他也是把他放弃不要 所以他这一生啊 还是这么做 讲 绝去彩色 彩色 这两个字 是五欲的代表 五欲什么呢 这个 我们凡夫众生啊 心里就是贪求的五种 这个东西 这个五种什么呢 一个 第一个就是钱财 这个财 财宝 第二呢 就是色 色 色 色是 这个 男的对象 就是女的女对象 就是男的 男女 男女这个 这个这个对象 就是谈的这个色 再呢 就是明 好明啊 自古以来 呃 除了历史上那些 真正呢 是那个影师啊 不好明之外 就中国来讲 三代以上 有不少人呢 不好明的 甚至想逃明 就怕人家知道他 三代一下 不好明的人呢 太少太少了 那么这个 在现在这个时代 你说哪个人不好 不好明啊 是明 这个 食 就是隐食 饮食啊 这个 不是指定 那个 维持生活的 那个 基本的那个 吃吃饭 这个食啊 就一般 讲究 那个 这个 到那个 这个 大菜馆里面呢 吃那些 这个口味的 三争害错 吃那个 那个 那个食 嗯 睡呢 是还有个 第五个叫睡 睡 睡眠的睡 嗯 这个 这个 财色明 是睡 这叫 这五种东西啊 凡夫众生啊 你说不贪 这个五种啊 那是很难 很难办到的 但是这个五种呢 但是这个五种呢 当中啊 有的可以 不要 有的可以 有的是不能啊 完全 不要的 比如说 比如说是 彩色 这两者可以 可以 除掉啊 啊 财产 人家不要财产 那是 毒的事啊 这个 色 这一方面 嗯 修道的人 不必说啊 就是 世间人呢 他他 抱这个独身主义的 那些科学家 艺术家 他一生不结婚的 也很多嘛 嗯 那么这个 都可以 去掉 零呢 这更是虚假的东西 食 吃饭 吃饭少不了 我们凡夫众生 到世间来 你说不吃饭 这个 就活不了 这个少不了 但是这个少不了 就是要 要知道 我们就是 维持生活 不要贪图 那个 吃那些 嗯 那些那个那个 那个好东西啊 嗯 现在我们台湾 这个社会啊 一般是富足了 富足是富足了 这个 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那些个 大菜馆 嗯 那个菜馆里面 一餐要吃多少钱 这还不算的 那一餐之中啊 这个 水族的动物 天空上飞的动物 山上走的这个 这个森林里面 那个这个走的那些动物 王主来了多少多少啊 一方面自己在那贪图口味 就到了多少这个杀生的业啊 业的业啊 杀的醉业 所以啊 这个 那些不必要 这个食呢 我们修到的人呢 就是这个 正常的饮食 是少不了的 那个以外 那个不需要 睡眠呢 睡眠是正常的睡眠 也不能少 但是不能贪 一贪的话 贪图睡眠 你不相信啊 现在这个 大家都工作了 是不能够度睡眠呢 假设说 一个 你退休下来 在家里 好没事情做了 没事情做啊 一睡你贪图 超过了睡眠 睡着睡着就把身体毛病就睡出来了 不能贪图的 所以这个无宅啊 财色明实睡无宅啊 都不能贪的 一贪就是坏事情 就跟这个道啊 去背道而驰 一贪呢 他就造业的 所以古人讲啊 财色明实睡 地狱无条根啊 那造业造的造过分就是 就度地狱的 那么有这样的厉害 所以呢 这个法达弥求在要成佛的这个时候啊 他除了七国军云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还要绝去彩色 把这个彩色 统统就是放弃这个 弃绝的干干净净的不要啊 出去这个 那个时候出家了 出家修持 对 对 没准备 都表现这个八项成道 八项成道 这个当中有 有一项 就是出家项 新出家项 绝去彩色 必须 必须这么做 他这个财色就代表 就告诉人家 放弃这个五欲 那除了 法藏 必须这么做 释迦牟尼佛 这么做 任何一尊佛 你想成佛 甚至于 聊生死 也都要这么做 那今天这下我们 我们能不能够做到 我们每个人 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做到实在是难 就是因为你修普通法门 这么难了 我们才 要老老实实的来念佛啊 念佛的时候 你看修这个特别法门呢 这个不出家也可以 你在家里守住轮场 守住这个 一夫一夫 这个夫妇之道 守住这个 虽然这个色没有完全这个戒除啊 可是呢 这个特别法门呢 他准许你代业往生 他特别就特别在这里 你没有没有断这个 没有断色 能够了生死 这就特别的 他能够这个离开这个苏博世界 到基罗世界 一到那里 你自自然然就断了 在这个世界你难断啊 难断的话 你要能断的话 也可以断 那不止这一生能够办得到的 问题在此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 处处我们了解的话 这个特别念佛法门呢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个 就是一个人 到了病的 这个病治不好了 有外道 有外道来告诉你 你来跟我学 我可以把你这个身体 把你病治得好 那我们也考虑考虑 我们的一个人身体 这个肉体一定是有死的时候啊 但是要遇到这个念佛的特别法门 那是都生都戒是难以遇到啊 我们放弃这个 换来就把这个病治好 跟着他学了外道 那个是太猿王了 这一层我们要要了解啊 所以我们真正在念佛 不管遇到任何的一个一个 这个障碍 就是包括我们自己身体有了怎么样的这个难治的病的时候 我们也要了解 这个 还是要自己坚持 坚持自己的念佛法门 果然能够坚持的话 寿命没到 并可以啊 用这个医药调养调养 可以调养的好的 如果说这个寿命 寿命到了 所以的话我们了解的话 念佛你守住念佛法门 对 寿命没了 这个兵 不会不会怎么严重的 可以好的 寿命到了 成就自己成就往生啊 那这个 这个生命 指的这个这个肉体 指的有什么爱惜的 他早晚这个肉体要要报废的嘛 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怎厉害啊 四行六波鲁咪啊 叫人另行 啊 这两句 六波鲁咪 波鲁咪是印度文的名字 印度文 翻成中国人 中国文呢 就是道彼岸的意思 再简化就是度 度什么呢 比喻的话 这个 我们那个所有的众生啊 凡夫众生啊 生生死死的 就像堕落在这个海里边一样的 受到生死这种大苦啊 啊 就像大海那样的一望无边的啊 所以普通人讲 苦海无边 所以苦海无边指的就是生死不断的 生死轮回 就苦海无边的 那么把这苦海无边能够度 脱离这个苦海的话 那就上岸了 登上这个海岸了 那就离开这个生死苦海了 那么六 你怎么样这个离开生死苦海呢 菩萨道 要 要修行这个六度 才能够啊 脱离这个苦海 不但自己要修 也同时也叫人家 另行 叫别的众生 也要照这样的来 来修行 六度 第一个就是布施啊 嗯 布施包括有 财务的布施 还有法布施 把这个说法啊 告诉人家 还有法布施 还有五位布施 这个前回也也也也介绍过了 这些什么呢 最重要的布施就是去去贪心啊 我们就是 有生死最大的就是这个贪求 这个贪心太重啊 只要你菩萨道 行菩萨道 自己照这么做 也劝人家这么做 最重要的是去去自己的贪心 你行的欲多 不是的欲多 贪心就是去的欲多 你本性呢 正如本性的就容易开发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是布施 啊 布施之后就持戒 持戒这个这个 呃 我们在家修佛都基本的是五戒 啊 还有菩萨戒 出家的戒也很多了 那么持戒 然后呢就是 布施持戒 其实就是忍辱 忍辱很难呢 比如说我们布施也学着也可以做 持戒也可以啊 持下去 忍辱不容易的 忍辱对是那个 人家无无故的那个 回报 啊 无无故的的陷害 我们要能够忍忍受啊 那种种的包含很多啊 这个就是很难 忍辱之后 再是精进 啊 这个一直是不要退转 啊 然后再是有禅定的功夫 还有定功 有了定功才能够有不如才能开发智慧 这是六六都啊 这个六都呢 当中啊 这个 同样是六种 在 正法时期啊 吃戒就能成就 但是到后来 只是吃戒不行了 那只有 讲究定功 这个定功啊 各种有各种的办法 我们念佛就是定功 念佛你念到一心不乱 就是定功 所以在六道里面呢 在这个六度里面呢 正功夫 就目前来讲 只是一个禅定的功夫 这是 共同的一个 一个 一个原则 禅定的这个 这是一个正功夫啊 可是呢 就各种来讲 特别的来讲 我们这个念佛法门 念佛的就是正功夫 对 念佛这就是 就是禅定就是定功 其他的都是帮助的啊 就是住功夫啊 所以我们了解 那么这个念佛正住双修 正住双修啊 那 持一句名号 这是正功夫 出这个以外 一切都是 住功夫 不是持戒 忍辱 精进 一般的讲究那个 修养定功夫 那个 那个不是我们所修的 那个都是这个住功夫 那么这个 这是六度 菩萨行这个六度啊 任何一个行菩萨道 都要这样修的 当然他这个 他修哪一宗 有哪一宗的这个禅定 禅定的这个 这是共同的名词的 那么这个 我们在这个 要了解这个六度 就我们修念佛法门来讲 这六度就是一个住功夫 正功夫就是念佛 他自己这么做 也叫人家这么做 做要做到什么时候呢 这就叫人家的啊 叫人家呢 无样数捷 行这个六度 一个结束 那就算这个时间 都很难算了 无样数捷 要这个字啊 在在这里讲 要这个含义很多 在这里讲 当金字讲 无样到无金的 就没有个金的时候 这个结束 数都数不 数不金的 在这么多的 需要这么长的时节 行的菩萨道 行这个六度法门 吉功雷德 那所得的功德了 那就多了 堆积的累积的 愈多 时间愈长 累积的愈多 因为有这样的这个 积累下来 这么多的功德呢 好了他这个有感应了 什么呢 随其生处 在意所欲啊 他 生处 他就是生到哪里 出生地处 他随着他生在什么地方 生到什么样的这个 或者是这个大富长宅之家 或者是帝王之家了 或者是哪 随便他生在哪里啊 在意所欲 在意就是在当人字讲 任意 任他自己的意思 就是说他心里 他想什么 就如他的意 嗯 他想什么呢 无量 宝藏啊 那一切的这个宝啊 珍宝 世间的珍宝 无量的 说都说不清的 自然发应 自自然然的 他来了 不用自己去贪求 一次一想 他就是自然就得到了 嗯 发就发现了 一定是有这个 照应他的意思 他心里想有什么东西 就有什么东西啊 这个不必不必强求啊 这个我们也也也看了 你常常看某某人呢 哎他也好像不会做生意的 哎他就能够赚很多钱 啊 或者有很多事情 他自自然然就能够 得到很多的这个宝 他这个你要明了因果啊 他不是不是像这种 他不是自不是强求来的 他有多半是他的过去的这个音乐呢 不是偶然的 他这个是急功雷德 急功雷德来的 急功雷德要解释 前面讲那这个 彩色甚至于国家的王位 全部被要 这里为什么又要讲这个无量才保障呢 这个不是有前后有冲突吗 不通突的 那个是叫这个自己修行啊 你要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不是重要 不是有财物不是有法不是有无畏 不是的种种的了 你要行你做了大菩萨的时候啊 人家要求你 你要想像观音菩萨来的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的时候啊 这个财宝不必是控制在你手里边 你要是正成大菩萨的话 人家发生哪里有什么灾难 好多灾民在那里 学你救济的时候啊 你随便动一动想一想 那个财就自然就来了 是这么讲的啊 那有很多你只要 只要一想办某种事情 那所有自自然然一下就 你这么一号召一下就来了 他自然是行菩萨道的 他也将这个不是自己需要的 二离的这一段呢 一个是自行 再是叫众生来修行 这一段讲过去了 下面第二小段 度众是佛 就是度化众生 度众生这个指的什么呢 指的这个 呃 法达密修在这个 这一生要成佛了 他在这一生叫人家 叫别的众生 叫别的众生 下面就这一段就是 度化众生 一方面要这个 怎么样是佛 下面这样说 教化安利无数众生 诸于无上政政之道 何为长者居士好性尊贵 何为差利国君转伦圣地 何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 常义四世 供养 恭敬一切诸佛 如是功德不可成说 教化众生的 不是法达密修啊 生在这个长者这些家 因为他这一生要成佛了 前面那一段随其生处也是教化众生的随其生处 不是法达密修讲那个随其生处 这个要要清楚的 那么 法达密修啊 他所教化的那些众生 要安利无数的众生 是他所教化的 安利是安排 怎么样的那些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学 学到 这个众生的无数的 那些众生啊 都叫他能够住在 住于无上正正之道 就是真正要这个 修着成佛 无上正正就真正佛道 嗯 和为长者居士 或者是啊 做这个这个长者居士 长者是由 在这个修道方面 在世间各方面 他这个长者 为人所称的 居士是修道的 在家修道的 好姓 是那个大姓 珍贵的 受人家尊重 啊有贵重这个 这种这个 这种人 和呢为 查理 在印度呢有四大 四大姓呢 四大姓第一个是普鲁门 纯粹修 修这个修行的人 第二呢就是查地利 查理就是查地利 皇帝的地 查地利就是王种 王族的种子 种姓 嗯 那么一下的也 那就是做商人的 做生意的人 还有做农人的 那就比不上这个前面 这两者了 查理是第二大这个贵 贵族了 嗯 查理国军 他是王者 这是做做国军的 就是查理 查理中姓的 再有卓领圣王 卓领圣帝 卓领圣帝啊 在现在没有的 他是在这个人的寿命 在这个很长的寿命啊 这个八万四千岁以上的 一般的这个平均人的寿命 八万四千岁以上的寿命啊 在那种时代 他才有转冷圣王 才出师的 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人的寿命呢 不过是几十岁啊 一百岁的很少了 那就算很短的了 这个时候啊 没有转冷圣王 那么这个或者是在这个圣帝 做了转冷圣帝 或者呢 做这个六玉天主 六玉天的每一个 每一个玉界天 都有这个 他的天那个主人的 天主 乃至梵王 在这个玉界天以上里 这个梵王 常依四世 有这个 这个四世供养 啊 那么这个 像这个衣服啊 这个医药啦 种种的用途呢 有四种供养 供养 恭敬一切诸佛 那这个是供养这个诸佛 这个 这个 他这个查迪利啊 查迪就生在这个王族的这个 这个王族的这个 人 人民 所以这个王家 这个皇家的这个 这一类的人 国君是正式做了这个王 他这个有点不同的啊 四种事情 供佛 供佛就是 就是 饮食 吃的东西 这个衣服 穿的东西啊 卧具 卧具是这个这个 请具 再也就是医药 这个四世 常常是永久的拿这种四种事情 来供养 供敬 不但是供养 而且要 供敬的供养 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 我们上一支枪 啊 这个这个 献一朵花给佛 现在要有恭敬 才有功德 没有恭敬 行不行 是这样 如是功德呢 将这样的功德 不可承说 说不尽的 组断的功德了 太多太多了 都画众生来供养诸佛 你不论是什么身份 啊 贵之于国王 以及一切 甚至于天上的天主 范王 都要以这个四世来供养诸佛 供养佛 你才能够得到佛法 这样的 下面是第三小段 报声庄严呢 有没有你这些功德 所修得的你这个报声呢 我们这个人生就是得的这个 这个报声呢 我们这个报声是耶报声 他这样的功德修得是 自自然然得的那种这个 功德所得的那个报声 那不得了了 你看 口气相结 也如油锅鲁滑了 身诸毛孔 出沾潭香 其相浦勋五亮世界 荣色端正 相好淑妙 讲这个报声呢 就是他这个身体啊 身体这种这个庄严 口气相结 啊 我们一个人的话 口气得到香结也不容易啊 他这个既是香味又有这个有清洁的 像什么呢 像这个 有波炉花 有波炉花 有波炉花呢 自然发出了一个那种香气 啊 就是在印度的时候 有鱼有波炉花 那麽在这个 这个 整个这个片生 各个毛孔 这个毛孔里面呢 嗯 就出了个沾潭香 沾潭香 这个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这个 潭香 在印度那个潭香 是很好 这个那个香味 香料的 可是他这个沾潭香啊 有特别了 其相浦勋五亮世界啊 这个香 那个香的气氛呢 普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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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就是自自然然 有那个功德 感应出来的 由波炉花呢 翻成中国的意思啊 就叫做 青莲花 青色的莲花 我们中国也有莲花 不过是不是像印度那样呢 就 就是 就要加以眼就才知道了 那么他这个自然发出了一种香味 下面呢 讲这个 容色 他这个身体这个容貌 颜色 端正的 像啊 身体各部分的这个 这个 长的这个这个相貌啊 非常好 苏妙 苏是特殊的这个 妙道好 妙道极出了 比什么都好 这叫苏妙 第四小端 叫一抱自在 一抱他就是生活的一种环境 他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的这个 呃 必须的品 必须的物品等等 用具 这些 经文是这样 其手 长处无尽之宝 衣服饮尸 珍妙华香 增盖床帆 庄与 庄严之举 如是等是超主天人 于一切法而得自在 这个正报那样好 要这个正报所依赖的这个环境 啊 这叫做一抱 一抱也好 一抱怎么好呢 其手就是 他的这个手啊 长处无尽之宝 说的是 这个这个宝是 怎么来的 没有无尽的 要有多少就有多少 这个 衣服饮尸 珍妙种种的花香 还有那个这个 这个 增饭 增是那个 絲织品的 盖 就是散盖 中国古时候出门的那些 那些的国王啊 或者这个大 大臣子 那些出门的是用的那个散盖啊 在前面引导 印度也是这样 嗯 那么这个 这种盖啊 是用 丝织品 把它这个 绣起来的做的 还有这个 床帆 床帆 是一种这个 旗帜这一类的 这都是做庄严的工具 那么这个也都是很多很多 如是等是像这一类的啊 等等的说不清的 包含很多很多了 超出天人 不是普通的 别说这个人家呢 就天上 也比不上 他超过了天上人家 前面第一小段 法当彼就得当生啊 自己那么修行 叫人家修行 第二段呢是教化众生那么做 第三段呢 这个正报庄严就是 法当彼就自己 成佛了 得到那种 相好 那种这个 所谓他的这个 香气 寻到无量世界啊 所以我们现在念 阿弥陀佛 虽然在十万亿佛兔以外的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就感染他的这种 光这种这个 香气啊 七报之上的那个香气 正报一报 都我们都感感受到啊 那么这个 一报 也是法当彼就成佛的一报 所以最后呢 讲的一报呢 于一切法而得自在 万法 他成了佛到这个时候啊 正报成了佛了 一报 这个环境都是 都是真正的大自在了 所以啊 这个讲成佛以后的事情 我们下次讲 过来 不过来 不过来 有点 有点 昨天 下 好 我 看到